斗罗大陆中菊花斗罗,在五魂殿的地位极高,但为人心胸狭隘,极其既仇,尤其是被独孤伯打伤更是心怀恨意。 得知独孤伯成为了史莱克学院的顾问,便询问白金教主关于史莱克学院的情况。 菊花斗罗绝对不会只是随便问问,且有可能会对史莱克学院动手,打不过老的,难不成还欺负不了小的。 史莱克学院实力最强也不过弗兰德,根本就无法与菊花斗罗抗衡。 看似弱小的史莱克学院,表面上是有独孤过赵卓,但其实背后还有一位真正的守护神,那就是浩天斗罗唐浩。 青年魂师大赛中,唐浩一直暗中观察着唐三,成长的路上也默默地保护着唐三。 倘若菊花斗罗敢与史莱克出手,唐浩绝对不会善罢甘休,当年五魂殿追杀蓝云皇导致献计,可少不了菊花斗罗的功劳,倘若菊花斗罗敢针对史莱克学院,唐浩定然会愤怒出手。 唐浩何许人也,斗罗大陆最年轻的封号斗罗,世界三大神将之一,具备顶尖的器武魂浩天锤,一手锤子也是闪得飞起,但凭一个菊花斗罗,唐浩还不会放在心上。